好 我们刚刚特别上了赖清德 还有蔡英文的脸书去看一下 这么天大地大的事 有没有只字片语呢 跟大家报告一下 答案是没有 零 完全没有 赖清德到现在为止还在点点 是怎样 在急伤对策吗 韩兵来 我们丢出一下王洪威 王洪威 巧辛等等 他们真的很厉害 很会收 我跟你讲啦 做过的事情都会有证据 王洪威告诉大家水球越滚越大 当年警政署长 总统府秘书长等等 为什么这些人都跟通缉犯在一起 成为座上嘉宾 还有苏嘉全 我的妈呀 这个来看一下 敬邀参序 这场参序是109年的8月5号 然后在高档的 有没有 信义区松平路 贵宾什么 总统府秘书长苏嘉全 然后你看到诈评集团 有没有 郑国伟 张淑芬 这两个人情侣党嘛 刚刚关系图跟你说了 注意哦 警政署长 总统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再讲一遍 王洪威又丢出一个最新的消息 敬邀参序 诈骗集团 有没有 警政署长都是座上宾啊 总统府秘书长苏嘉全 座上宾啊 总统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座上宾啊 看到没有 还有什么民事的这个董事长啦 还有这个绿色和平的这个董事长啊 等等等啊 好 我们再回到刚刚那边 所以韩冰你怎么看赖清德的选情 我觉得宏威今天爆这个料 苏嘉全也就算了 警政署长 对啊 那个是通缉办 是的 然后你跟他在一起吃饭 是的 这个很难堪嘛 对啊 我讲实在话真的很难堪 就要 我讲一个比较那个一点 就好像帅将军去跟一个匪谍吃饭一样 哈哈哈哈 我这样诱过他 哈哈哈哈 可能啊 诱饵 然后那天可能陈嘉宁布局失败 被他逃脱了 对 是的 我不晓得 这很丢人啊 真的很丢人啊 那当然陈嘉宁现在已经离职了 可是问题是 你看这几天而已哦 虽然蓝绿都有 他们也找出了 蒋万安找出了这个张三镇 可是 很明显的不太一样在哪里 张三镇跟蒋万安都是那种 看起来是选举的时候 就是比个赞啊 或者怎样那种拍照 可是他跟 民进党的这一伙人 几乎全部都是餐序 要不然就是大家摆好pose在那边照相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对 而且如果大家刚刚有注意到那个照片的话 诶 曾耀峰在头地位很高哦 来这我们把照片放在中间 我把照片放在中间给大家看 那要组兵 是不是 我就说嘛 你看 连台南市副市长待在后面只有罚站的份 对啊 他坐前面 坐着跟黄伟哲坐在一起 他只是个民间人士而已 对 所以这代表什么 他的地位非常的重要 那黄伟哲你不要跟我讲说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你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会安排坐在这个位置 你不觉得很怪吗 而且不止一次哦 你看好几次他都站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人显然跟紫风车剧团 跟双清基金会 跟整个民进党 他们之间的渊源非常深 那赖清德真的完全不认识这个人吗 赖清德到现在沉默意味着什么 他党主席耶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他不敢回答 我们大家去想想一下赖清德 那他好歹去袖手架陈欧坡 人家还希望主席能原谅我啊 第一时间 他只在乎主席的看法 拜托你原谅我 赖清德要不要原谅他 他们私底下一定热线不断 但是台面上他绝对不能讲 你看蔡英文也就算 蔡英文现在是总统 他已经不是党主席了 所以无所谓 是的 赖清德是党主席哦 那刚刚我看 我刚看到有一些年轻人说 他也不一定知道 跟他不见得有关啊 我请这些年轻人注意一件事 赖清德刚接党主席的时候 他做了第一件事什么事 立刻冲到台南去 然后叫黄伟泽跟其他这些人 在里面向大家鞠躬 有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 就是因为政府议长会选弊案 因为88枪啊 那如果都不干那事 赖清德当时也说他都不知情啊 都不知道啊 那他干嘛这么急的跑下去 很简单嘛 他是党主席就跟他有关嘛 同样的 今天你党内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一个立法委员 可能跟诈骗集团勾结 然后你们党内 一大堆的重要公职人员 全部跟这个诈骗集团有联系 我要再次强调 不是政商勾结 这个不是商啊 这是诈骗集团 这是个诈骗集团 政骗勾结 政骗勾结 没有 其实我觉得正确解读 应该是骗骗勾结 没有 两个诈骗集团的结盟 那所以 你们都不需要出来 至少要跟民众交代一下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吧 为什么这个诈骗集团 跟你们这么多人都有往来 我真的觉得这个比民进党跟黑在一起更可怕 那说真的我都不知道 现在到底他的诈骗集团 还是这些所谓的诈骗集团 其实是你民进党的白手套 看起来是这样子啊 不然他为什么要建 我随便一个大楼建你当竞争总部 我有台车随便给你去开 然后呢我要投资 还找你女儿一起来投资 大家交情好成这个样子 韩兵都没有这种后康 对啊 我都找不到 奇怪 都没人抱我一下 我觉得很奇怪 我现在欠台车 有没有人要赞助一下 所以我觉得 这一种 讲出来一般人不会信的啦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现在为什么要躲 他现在在等这个风波过去 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办法解释 他很难解释 没有过去 现在不断地向上延烧啊 你看烧出这么多人 是啊 我随便讲一个 像郑文燦 他说他根本就不认识那个人 他只是跑偷啊 你当时是什么 桃園市长哦 你是桃園市长哦 桃園市长是 我一直觉得 郑文燦把桃園市长做超卑微的 黑道在俱乐部里头 嘿 阿燦来一下 他就跑来了 然后诈骗局他就说 阿燦有没有空来一下 站个台吧 他就是来站台了 他到底是 你到底是干市长还是干硬招啦 硬球好咖啊 话子下着来啊 会不会太离谱 而且请注意哦 郑文燦常常跑的 根本不是他的桃園哦 他常到处跑 觉得他到底在干嘛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个不是你随便用一句 你根本不认识他 就可以解释的心啊 而且赖清德的谎哦 越讲越大动 因为他讲了很多东西 让人家根本没办法相信 比如说郭再兴 他到现在一口咬定 他不认识他 郭再兴是什么人 郭再兴是民进党台南的市议员 是重要的党部的干部 然后你是民进党的台南市长 你告诉我你不认识他 赖清德 你要不要去检查一下脑袋 你的记忆力是不是有问题 你怎么可能 你可以跟我说 他在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大家只是同志而已 你这样子 我勉强还可以听得下去 你告诉我你根本不认识他 谁信啊 我讲比较那个一点 中天很多人我叫不出名字 但我大概全部都认识 因为我来了这么久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 你不能够用这么离谱的谎言 去想要把所有东西推掉 可是现在已经爆出来这么多人 民进党一大挂人 全部都跟这个诈骗集团有关 然后党主席到现在一声不吭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一声不吭 你就继续一声不吭吧 因为其实他越是一声不吭 我越认为他心里有鬼 韩冰这个事情 我觉得会少 因为他跟什么林秉淑 跟什么斯德 有小生不太一样 全台湾多少受害人 对不对 有些是怎么样 也是看到很多跟政治人物的照片 你们相信这个人 有一些是看到金管会 对 金管会指导 金管会指导诈骗集团 韩冰 其实我跟你讲 金管会这个东西要去查 为什么 因为这家IMB 他当初就是走在一个法律灰色地带 他做这个事业就非常奇怪 然后金管会早就知道IMB的存在 民进党有一堆大咖 全部都知道IMB的存在 然后没有办法人去查 金管会不是就做金融监理吗 是啊 所以他应该要去查他了 可是他完全不去查 那最近方前有一些爆料说 金管会是故意不查他的 本来应该要通过相关的一些法令 金管会就放掉了 没有过 但是很多人看到 哇 金管会认证的 还参加FinTech 是啊 就相信啊 其实我非常直接也不客气地讲一句 其实在这件案子上 金管会就是共犯 因为你是负责监理他的人 你没有督导好他 然后你还让他拿着你名号 到外面骗人 抱歉你就是共犯 这没什么好讲 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 如果赖兴德的选择 是什么话都不坑 准备闷着头当个缩头乌龟 就只要混过去的话 很好你就混吧 接下来我跟你讲 因为这只是冰山一角 还有一大堆人的照片 还没露出来 因为你看这个曾耀峰 非常喜欢跟人家拍照 我看他不知道拍了多少人的照片 跟林敏书有点像 87像 这其实是诈骗集团的特色 其实我们以前去看那些 卖药的诈骗的 每一个那个办公室里头 全部都跟大头人拍照 全部都是 程度不一样嘛 人家林敏书是老单帮的 这个是开玩笑 全台湾这么多受害人 而且这个不是单纯 只是照个像而已 他跟你们聚会不知道多少次 而且很明显的中间 有两个关键的 一个就是双清 另外一个就是子风车 而且他只提供办公室 跟车给陈欧破而已吗 你相信吗 而且他会只有 跟陈欧破这么好吗 他跟双清熟到这种程度 他跟子风车熟到这种程度 他可以从南到北到处吃饭 跟民进党这些政要 每一个几乎都照过像 这个人会只单纯提供给陈欧破吗 我都想问民进党敢办他吗 我是认为很难办 他们现在就希望 这把火赶快平息下来 那我也必须讲 在选前 我不认为会有多大的进展 这个大概只有等到 政党轮替之后 才有真正有可能把根跑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